英哥西英里福正公公奉土地公 由于土地公非常灵验 香火鼎盛 是灵力间的信仰中心 在信仲的捐献下 福正公土地公神龛翻新 台楼也重新修建完成 西英里里长苏秉辉 为土地公举行神龛开光 安坐与诵经仪式 和志工们一起来庆贺土地公的家 星天崭新红灯笼 漂亮的门面 住家也换新装潢 我们一年多来 我们把整个福正公 全部重新打造过之后 现在整个福正公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聚集的香可以越来越多 所以说我们今天除了 就是说我们的牌楼落成 还有那个我们土地公 大家今天那个土地公庙 要重新安坐 然后所以说我们等一下 会有个团拜活动 公桌上摆满信仲 供奉的各项物品 还有讨吉利的红规和面线 都是信仲的心意 经理福正公位处 以鹰鸽石为主的21条登山步道之一 中义宫登山步道旁 也刚好是山友践行登山的起点 因此除了地方信仲外 也是许多山友休息与联络之处 加上土地公的保佑香火鼎盛 西英里这个周边的这个登山步道呢 也是在我们21条步道中间呢 是其中的一条 所以跟各个其他的步道呢 都是相连接的 那也因为大家除了来祭祀以外呢 在地的民众也是他们呢 运动休闲的地方 那游客呢 也都会在这个步道上面来践行 土地公是地方的守护者 保佑地方平安 在里长的邀喝下 邻里内牢牢少少都来庆贺 由司仪宋文驻到 大家手拿一柱清香 西英里里长苏炳辉 与英哥区长胡和荣主绩 祈求地方四十无灾居住平安 中佳新闻 沈金华 吴佩山 英哥报导 也只有四十道 南世英里大 中佳新闻